2020年9月,科学家发现一个神秘的不明飞行物正在从宇宙深处快速地朝地球飞了过来 他们有点紧张了,因为这个玩意儿跟之前观察过的所有东西都很不一样 第一,它的运行轨道非常诡异 不同于大多数小行星拉长并倾斜于地球公转平面的轨道 它完全就是在地球公转平面里面运行的 而且轨道还特别的圆 第二,它的运行速度也很诡异 通常情况下,一颗小行星会以大约每小时六万五千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呼啸而过 但是它呢,速度却慢到了才刚刚三千公里出点头 难不成是人为踩下了刹车 最后,科学家仔仔细细地分析了一下它的运行轨迹 发现太阳风对它的影响明显是超出了对其他小行星的影响的 而且高出来的量级还不小 换句话说就是,连太阳辐射出来的微小光子打在它身上都能将它推走 那这个玩意儿不明显就是一个体积不小 但是质量却很小的东西了 再次排除了密度较高的太空岩石这一选项 怎么看怎么都更像是一个空心的东西 哎呀,这几个信息综合起来就让人有点细思极恐了 它不是小行星,它可能点了刹车 它还是空心的 哎,那不明显就是一个人造的物体吗? 关键是,是什么人造了它?目的又是什么呢? 科学家一边给它按赞2020SO这个代号 一边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全面追踪了 事后证明啊 这个2020年最惊心动魄的太空侦探故事实际上呢 更应该被称之为荒诞故事才对啊 这个令无数天文学家汉流浃背的神秘天体转过头来 结果才发现它是咱们失散多年的孩子而已 怎么回事呢?自从人类有能力往太空中丢东西开始 无数的火箭残骸、卫星探测器就都被我们通通给丢了出去了 除了那些一开始就规划好想要让他们再次回来的 其余的呢都真的是有去无回了 它们有的停留在地球轨道上成为威胁后来者的太空垃圾 于是便得到了严密的监控 而有的呢则伴随探测器一路往宇宙深处飞去 我们只知道它就这样走了 但是没有任何人会浪费时间去监测它们 于是它们就真的像个孤儿一样 独自一人漂泊在黑暗当中得不到半点的照顾 1966年9月把测量员2号登月器送出大气层的 阿特拉斯半人马座火箭就是这样一个命运了 虽然前则最终失败坠毁在了月面 但是最上级的半人马座火箭却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 在耗尽燃料之后呢 它继续沿着原来的轨道飞越了月球 踏上了一条与地球类似的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 既然本次任务的重点车量员都已经在跟头了 那还会有谁去关心这枚走山的半人马座火箭呢 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后来的半个世纪里呢 人们也彻底就把它遗忘了 直到2020SO 一位新系的NASA专家似乎从一开始那几点不寻常中呢 于是就一直将这个不明物体的运行轨迹往回追溯 结果这一追嘛就追到了1966年 它发现在那一年呢 这个东西跟地球离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近啊 于是它又赶紧翻看了当年的档案记录 结果才看到原来9月份有那么一枚火箭的发射 它事后被抛弃的火箭上级 一切特征呢 都几乎跟2020SO完美吻合 至此啊 谜底可以算是解开了 这个本让人充满遐想的2020SO呢 却是那枚被人们遗忘的板人马做火箭 是不是有点讽刺啊 它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 做过的事情你们最好给我记住 好吧 那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吗 还没有嘛 科学家是一群最矫正的人 只是靠轨道分析得出结论 还不至于让他们彻底幸福 除非要亲眼见到 哎是的 就是要通过望远镜来确认 此2020SO呢 就是比板人马做火箭 可是它太远太小了 怎么看呢 一开始啊 科学家使用了 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型双瞳望远镜 它拥有一对装在同一底桌上面的 8.4米口径镜子 算是非常巨大了 但是呢 却依然只能为这个小的出奇的天体 排出最基础的四色光谱成像而已 科学家能做的 不过是拿它跟常见的两种小行星光谱 做了一个对比 确定它的确不是什么长相怪异的太空岩石 但显然这还远远不够嘛 于是科学家就继续往森林里面挖 很快他们想到 既然咱们都假设这是1966年发射上天的那枚半人马做火箭了 那我们只要对比照片中的光谱 看看是否包含了当年涂在火箭表面的那种白色油漆的光谱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在联系了当年的厂家取得了油漆光谱的样本之后 他们沮丧的发现并不吻合 虽然是受了点打击 但还不至于到放弃的时候 而且正好是这个时候呢 他们得到了一位太空力士学家的帮助 后者告诉他们啊 你们可以去追踪一下一种叫做301的不锈钢 这种不锈钢啊 正是当年半人马做火箭健身所用的材料了 当火箭发射 上面的保温泡沫被震落之后 下面的不锈钢材料 不就暴露出来了吗 这是个绝对的好消息啊 调查团队一方面取得了这种不锈钢的光谱 另一方面呢 也开始借用NASA更加强大的位于夏威夷的红外线天文台 来对2020SO进行观察 可结果嘛 两者的光谱还是没有完全对上 诶 奇怪吗 没啥奇怪的啊 因为覆盖在火箭顶部设备仓里面的 还有咱们常见的这种金黄色的锯子薄膜了嘛 如果在光谱里面再叠加进这种塑料的特征 会不会就能完美匹配了呢 诶 这模拟是一方面 但与此同时调查团队其实更想做的还是直接来争的 而且他们的确是有很多真的可以用啊 这么多年来 往天上射过的半人马座火箭也不少了 而且很多呢 就停在地球轨道上 只要拿它的光谱跟2020SO对上了 不就实锤了吗 唯一的困难是 这些半人马座呢 离得太近 飞得太快了 望远镜太难将它们锁定了 你只要想象一下 用你的眼睛锁定一颗 从高铁车窗前一晃而过的树干就知道有多难了吧 诶 可还是没有难道调查团队啊 他们最终选择了一枚1971年发射的半人马座 并设法收集到了全部他们想要的数据 而且就是在2020SO距离地球最近的那一天 把两者放到一起 啪 完美吻合 2020SO就是回家弹琴的1966半人马座 缺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想念呢 终于在这一刻可以倾斜而出了 故事到此结束了 诶 但真的就结束了吗 也许下一个在2047年回到地球的 Elon Musk的红色跑车 也有他自己的故事 也许那些曾经离开我们独自去冒险的探测器 总有一天会在宇宙运行的规律下 再次回到老家带来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那时又会在哪呢 好了 我是火箭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